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创世日志》 今天我们邀请来一位嘉宾 他是钟耀辉Billy的 Billy, 大家看到他 现在又有新型, 健健康康 一个有为青棉的女生 但其实他曾经染上毒癮 为什么会这样呢 Billy, 不如你和大家说 最初你是如何接触毒品 最初也是同一群朋友 一起玩 那时候因为赚钱 我那个年代是买反反司 如果我是一个中学生 一天有几百元, 其实很多 也有些多余钱去那里试试 那些又试试 所以后来对于毒品的界限 放下了 最初小时候也有听 也有听父母说千计不要碰毒品 但后来试试, 没事 再试一次, 觉得挺过瘾 通常都觉得自己可以控制 你有这种想法吗 最初是觉得自己可以控制 因为最初试试的时候 有程度也是一群朋友 一起才会吃 也是为了大家更开心 可以更高兴 但后期, 当你开始觉得 这件事在你的生活中 没有了不行的时候 开始就觉得自己不但有新人 甚至是有新人 也有新人 但我想知道 通常接触毒品 都是因为家里可能不理你 或者只顧着出去赚钱 令你觉得好像不被爱 那种感觉 你的家庭背景又是怎样的 其实我小时候 我是一个小康家庭长大的 其实爸爸和妈妈 都没有什么很坏的习惯 又不会常常加草屋币 但其实他们的管教会比较厌 他也放了很多时间在你身上 是的 基本上他将所有精神 所有关注都放在我身上 爸爸和妈妈都是 是的 他们尝试赚很多钱 但是那些钱 其实也是让我好一点 但其实我当时 我觉得那个监管 我自己很想他在里面有点自由 有点自由度 因为基本上那时候 他连零用钱都给得很少 例如上学乘坐车两个多 吃饭12元 他算得全都给了我 那时候我见到很多朋友 他们有零用钱去打机 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我自己没有的时候 其实我很渴望 我里面很渴望 会有多些钱 或者自己甚至乎可以找到钱 去满足自己想要的用望 但我相信你爸爸和妈妈 不当时计算得这么足 很希望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去做坏事 谁知道原来有一个反效果 是的… 因为我自己 我记得刚刚我认识一群朋友 然后去买盘的时候 当我第一天出粮 拿着那300、400元的时候 其实我不仅使用了那些钱 我还可以花钱 因为我知道第二天我都能运回 因为其实我觉得 原来有得花钱 我感觉这么爽 开始就很喜欢 拿钱去买些很不等的东西 甚至乎聘请朋友吃东西 到后期聘请朋友吸毒 这些也试过 但是那段日子 你怎样形容你自己 或者是形容你身边的朋友 因为通常你喜不喜欢那种生活 最初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喜欢的 因为可能始终都是 羡慕了人一段时间 从小到大看到那个 好像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自己就没有 但是去到后期的时候 我发现有些东西 好像我控制不了 有些东西本来 我自己都没有想过想要的 但是就花了很多钱在里面 就会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好像控制不了自己 这个恶性循环 你越花就越需要 越需要就越花 所以就不断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除了卖版币 有没有做一些你自己觉得 都挺不见得光的事情 我相信卖版币 暂时没有做其他事情 因为那时候还是小时候 是吸毒 那时候有时会和几个朋友 有些朋友拿到的毒品 就试一下 通常都是要躲起吸毒 吸毒之后 那时候感觉又好像鬼鬼祟祟 因为吃完之后 有些控制不了自己 你会令自己有些狂笑 有些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有时又会看到有些幻觉 所以当有些情况出现的时候 都会尝试躲起来 但是你自己担不担心? 因为你自己如果有些幻觉的时候 当你清醒的时候 你会否想起来 我会否… 是一条命 开始有幻觉 会否影响自己的身体很严重 最初是不担心的 因为最初都是吃的时候有东西 不吃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很正常 跟平常人没什么分别 后来去到… 我相信当我去到… 因为在香港之前的生活太差了 后期学校又踢了我出校 我就过到澳洲那边生活 因为家人打算供我那边读书 在澳洲开始 我觉得我被毒品影响的生活 就更加严重了 我想问一下 你父母知道你这种情况吗 他知道 他知道我当时 经常困买一群不好的朋友 又经常会逃学 不上学 甚至试试过 由警察打电话回家 叫家人保释我 因为在外面犯了一些事 其实我想他会很担心 是因为吸毒被人逮捕 还是因为卖碟被人逮捕 试过卖碟 试过去一些夜场 但那时候还未够清晰 被警察逮捕回警察 叫家人保释 另外也试过 跟一些未成年少女一起 但当中大家的关系很乱 所以有些时候又会惹上官非 因为那种情况 爸爸妈妈那么疼你 和管教那么严 都是怕你坏了 但是见到你这种情况 他们的反应又是怎样 亦用了什么措施去管教你 因为我觉得他们 那一刻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因为从小到大 他们用一个他们觉得 对我最好的方法 他到了那一刻 他不明白为何我会弄成这样 因为我学坏了 我真的很严重 整天去警察那段时间 都是三、四年的时间 所以他们很不明白 所以那一刻 他们只是用一个方法 不停劝 但是他们不知道 其实我有很多事情隐瞒他们 他们不知道我是多差 好了 去到澳洲 你说比起在香港的时候更加差 但是你去到澳洲 是没有朋友 即是说你那些坏朋友 已经留在香港 为什么去到澳洲 反而没有办法帮到你呢 我现在想起 其实我有时会想 其实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人 你就会黏在他什么人 在香港我定了自己认为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讀不成书 喜欢聊字逗飞 喜欢去群伴三三五学 又喜欢刺激的一个年轻人 相信我去到澳洲的时候 我很快就会认识到一群这样的人 所以那些乖的朋友 当他们认识我的时候 我也看到他们会开始和我有介绍 反而一些我比较熟悉 一些比较坏 比较喜欢吃毒品 喜欢去谱的人 就会和我比较友善 所以很快就会有一大群 在澳洲的圈子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 我们很想自由 但反而我们会沉沦 在一个圈套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自拔 唯有主耶稣可以带我们 离开这些困境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 信了耶稣有自由 其实原因就是 神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凡事都能做 但不是一定对我们有益 这是神对我们很多的管教 好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听一首歌 这首歌叫《浪人哀歌》 当我们未认识主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往往被一些不好的东西 圈着套着 令我们无法离开 现在来的时候 看见我们的氛困长 哪里渣在马路中间 没人愿意望一眼 永远在马路中间 长夜那样冰岩 在冰岩 再冰岩亦已经 乘惣 乃 有時愛,燈光太吹灑 合起眼,沒方向地都哼 不放那麼空曼 問那裡,在那裡,我可失宿一晚 我在夢裡發現絕美世界 都色彩繽紛鮮化海片遠山 我在夢裡玩著熱戀悲哀 人仿佛不再看孤單 事不申所怕 好了,Billy,你剛才說到 你去到澳洲的情況更差 可否說一下那邊的生活是怎樣 剛才去到澳洲的一年 其實我初一年也算是健康 因為我自己覺得… 人生路不熟 一來,二來我去到澳洲 我也是有一點點決心 想離開這時的生活 但這個決心也不夠 初一年我也很享受那邊 跟那邊的同學做一些很健康的活動 但後來反叛 再加上喜歡認真,喜歡威風的心態 又出來的時候 我又開始群舞一群壞分子 在那邊開始 每天基本上在學校裡 有毒品的時間我都會參與 是在校園裡發生的這些咳毒事件 是,因為我剛才去到校園 是住一些寄宿的學校 那時候我們比較… 一些較郊區的地方 所以拿到毒品的次數 也不太多 可能有些小攤子 在小鎮裡 有些人放毒品 我們剛巧拿到 我們便去玩玩 到後期,當我出去 離開了這間寄宿學校 我的生活便完全被這個毒品控制 但你在香港的時候 你已經有毒癮 你說初一年的時候 你都覺著一些比較健康的生活 當時你是不是已經差不多戒了 因為最初我吃的那些毒品 雖然有些叫心癮 但它不會是點癮 不會不吃就啪啪的 但後來我在澳洲接觸到白粉 我在澳洲吃白粉之後 我發現 最初我也是玩玩 去用這種白粉 最初我用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是白粉 因為我介紹 我吃的是印尼人 它只說印尼的白粉 它叫做Budau 你又不知道是甚麼 我不知道是甚麼 總之它說Budau很棒 所以我便開始用 用完之後才知道原來是白粉 後來,到後期的時候 我已經發現 如果我不用,我的身體會很辛苦 是 會流鼻水、骨痛、全身不聚財 會有很重的感冒 但一吃了之後 你會突然龍精苦麻 我們那時候也經常說 不吃便是一條蟲 吃了便是一條龍 所以很多時候 當你沒得吃的時候 你便想盡辦法去吃 但你在那邊的生活 維持了多久 這種情況 我過了澳洲總共六年 剛才說的一年比較健康 第二、三、四年 其實都是吃一些軟性毒品 例如一些兵頭、油票、大馬等 但到後來 當我嘗試了白粉之後 其實在第五、六年 我就不停沉淪在白粉的引誘 那是否已經荒廢了你的學業 其實我那時候 第五年我就考大學 第五年 我因為剛開始吃白粉 其實有一點借口 就是打算吃白粉 可以幫我讀書 那時候的確 我的成績是考到想去大學 但因為白粉我忍太深 我最初打算找白粉幫我 怎料後來被白粉牽著你 牽著我 牽著我 牽著我很厲害 我每天起床 一碼大壓 我不是想要吃早餐 不是想拆下 我只想怎樣弄白粉 怎樣說很多謊言 用很多藉口欺騙我家人 給我錢,然後拿白粉 好,在這種情況下 看起來好像無路可走 其實你的轉捩點在哪裡 我在澳洲大概那六年 最後那兩年 我去到…我上了大學 我上了大學之後 我搬了出來住 在裡面 我每天都不停吃白粉 所以大學的生活 基本上我沒有參與過 但他們不會說 你考不到合格 就會趕你出校 不會有這種情況嗎 其實會的 所以我第一個學期 我上了幾天 即是上了幾天學 之後已經沒有回 就是每天怎樣想辦法 吃白粉 想想一些反法的事情 想想怎樣去賺錢 到最後我在那邊幫人賣 其實我覺得我的轉捩點 是當我回到香港的時候 但我在澳洲的時候 我有一段經歷 我覺得令我挺清醒的 就是當我在澳洲賣白粉那段時間 有一次我被人拘捕了 在被人拘捕之後 我想形容一下 白粉為何可以這麼厲害 因為那時候我被人拘捕了之後 第一時間我不是害怕我沒有前途 我不是害怕要坐牢 我第一時間害怕我沒有白粉吃 因為進入監房 我也不知道怎樣得到白粉 我怕點印會辛苦 後來我進入監房 其實最初我在裡面已經點印 但後來我在裡面想到辦法 怎樣得到白粉 最後我在裡面嘗試拿白粉之後 然後又被人拘捕了 然後在那邊的監房再多坐幾個月監 在這個坐牢的日子裡 我更加經歷到白粉那種厲害 因為有一次我在監房的… 我們稱為銷售 在那個倉庫裡 我們夠不夠要吊倉 有一個… 甚麼叫吊倉 吊倉? 對,跟那些倉庫吊倉 因為怕你太有朋友 你們會合謀,不知道要做甚麼 而且會吊另一個倉庫 讓你不要在那些倉庫裡做很多事 當我吊倉後 我認識到一個新的倉庫 他就是一個希臘人 他很友善 第一次那晚已經把一枝針筒交給我 然後我發現原來監房真的有百分賣 是 他跟我說其實監房也有百分賣 不過是貴一點的原因 他剛好那晚買了百分吃 而且那枝針筒 就要在房間輪很多天才能拿到 那他那晚… 即是一枝針筒很多人用 很多人用 整個房間輪的 當時你不怕又傳染了一些病 其實他有警告過我的 那個希臘人 他把針筒交給我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他說這枝針筒可能有肝炎 或者有外滋 他就跟我說 我已經證實了有肝炎 即是他自己有肝炎 對,但我不知道自己有否有肝炎 因為他沒有染過 但整個房間只有兩枝針筒 那枝是其中一枝 我看到那枝針筒的時候 其實也不太開胃 一枝針筒也是粗仔濫造 用原子筆的深 然後隨便找一些棉花 用膠紙紮買一塊 用來泡藥水 那枝針筒是長瘦 而且是彎彎彎彎的 他自己打完一次 然後就遞給我 他說 你如果進入房間 預計了吃白粉 你也預計了那種病 不過不知道是丙應肝炎 還是外滋 他就遞給我 我在這裡 我說為何可以感受到白粉的威力 是因為他遞給我的時候 無論那枝針筒是多差 那些病是多嚴重 我第一時間拿了便打 想也不想 想也不想 因為我很想吃 在房間裡很沉悶 我很想有白粉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一想也不想 就打了下去 我們聽到這裡 我們依然看到Billy 沉淪在那個困難當中 那個黑暗當中 他無法自拔 他無法靠自己 可以重新做人 到底怎樣呢 Billy可以成為現在的健康 有為青年 我們下個星期再跟大家繼續分享 好嗎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再見大家 拜拜 拜拜 下個星期再見 下個星期再見